佛正法众众尊,直至菩提我皈依,我已所行四等善,为力众生愿成佛。 诸佛正法众众尊,直至菩提我皈依,我已所行四等善,为力众生愿成佛。 诸佛正法众众尊,直至菩提我皈依,我已所行四等善,为力众生愿成佛。 和我们想说我现在先把以上的我们对二十生的,不管是意上面的二十生也好,或者说是对我们欲跟意的二十生来讲的话呢, 这边有几个的,是几个问题,和我想说我们做一个总结,和大家等于是说我们在目前,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,我们等于是说在八市七十亿里面的第一市嘛, 我们是不是在第一市,就是第一品,大家以后记得哦, 我们用一品,一品,一品来讲的话,现关专业论就是只有八品, 就是八市每一个品,每一个品,每一品呢,就是主要在诠释某一市。 所以我们第一品就叫什么,一切总制品嘛, 第二品叫什么,道总制品嘛, 是不是,第三品是什么,一切制品嘛, 以此,这样子推类的话,这样子来讲的话呢, 我们是不是上次说,如果用口诀来讲说, 十与十一,九十一,八与十三,四又四, 这样加起来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七十亿嘛, 还在七十亿当中的,我们现在刚刚背出来的口诀是, 十与十一,九十一的话,是不是代表什么, 一切总制的,它要衬托,要衬托出一切总制, 我们偷游什么,几亿呢,我们偷游是十亿嘛, 这十亿里面的前面第一亿,是不是就是大圣发心, 第二亿什么是,大圣的教授嘛, 看我们从大圣的教授,我们是不是分出了什么, 我们分出了十种教授了嘛, 十种教授,我们从哪里开始呢, 我们是不是说从二帝,四帝,三宝, 一直一直到什么,到最后的修道嘛,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这边来讲, 所以他目前来讲这边之后呢, 因为在三宝,在十种教授里面, 比较难了解是什么呢, 也很关键的是什么,是圣宝, 所以弥勒菩萨为了要让大家可以清楚地去了解, 波尔经里面所讲的圣宝, 是要讲什么呢,主要是讲菩萨嘛, 菩萨的圣者, 可是为了要容易地去衬托出, 菩萨是的伟大, 菩萨是身宝, 菩萨是怎么样去修持的时候呢, 弥勒菩萨在这边是用了, 我们是不是, 欲的二十身嘛, 所以在这边的, 我们是不是在显明风部一支灯, 在介绍二十身的时候, 他最前面这边用了什么词, 他是不是讲了说, 嗯, 我们这边是不是说, 在106页这边他说了, 如此由上开示三宝的教授嘛, 是不是, 十种教授里面的三宝教授, 所教授品三宝之中的身宝嘛, 就是三, 十种教授里面有一个有关, 三宝的教授, 三宝的教授里面的比较难了解什么是, 身宝的教授嘛, 或者全是身宝, 为了要容易可以了解, 不管是欲, 或者是义的身宝呢, 我们在以下是以用上次上个礼拜讲的48种的义的菩萨身, 透有什么20种欲的身宝而去衬托出了, 好, 那在这边来之后呢, 这边会有一个问题, 我就看我们群组, 大家也是, 我想说我们还没有往下讲的时候, 大家如果, 如果有对任何有对现观的, 或者我们从我们一开始讲的, 不管是从所谓的前面的意志, 我们从大圣发心嘛, 发心, 魏力他, 求证等菩提, 一直到现在的, 我们是不是说领域为20, 到这个中间,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, 或者不清楚的话呢, 我们随时欢迎大家, 在群组, 就是现观的群组里面, 可以发, 大家, 可是要特别记忆, 就是要注意是什么, 是这个群组是为大家学法的, 大家请不要在这里面发那种任何的语法, 无关的, 如果有关法上面的问题的话, 我们会在上课的时候, 尽量的尽量的来帮大家回答, 好, 那这边第一个有关的问题是说什么, 是独觉的阿罗汉, 为何一定在欲界成就, 能否说明独觉秤的八项祝果如何安利呢, 那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呢, 我们上次是不是他有说, 他有, 我们哪里看到的, 是不是在与, 这个比较看到说, 会用这个用词是看到来临的, 我们在与, 中益宝曼, 中益宝曼他这边来讲的话呢, 他上次有略略提到这边的, 如果大家, 我再把它翻出来给大家来讲的话呢, 是在哪里呢, 是在我们这边的中益宝曼的建议里面的话,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, 是在这边的, 是, 这边的话, 这边应该是一百四十一页的, 在中益宝曼, 如果大家没有马上看到没关系, 我念出来说, 由声闻与独爵二者所修的无我和所断的烦恼毫无差别, 所以声闻和独爵二称都有八项柱的建立, 又有与独爵必定是欲戒生生, 所以没有二十生的建立, 那,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, 我们福贞大师, 我从来没有看过, 说实话来讲, 我从来没有看过, 说独爵有分八项柱的, 所以如果你们大家问我的话, 我们认不认为说有独爵上面有没有说独爵有八项柱吗? 我会说没有八项柱, 可是它有什么? 它有它的项果跟柱果, 就是独爵独爵来讲的话呢, 我们不会说独爵有分它的项跟柱, 因为说实话来讲的话,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, 我说我也会, 如果是我的话, 我也会去问极敏王伯大师, 我说, 如果有假使有一个一来果不还果, 独爵上的一来果不还果的话呢? 那是不是就代表说独爵当中也有一个人要获得禅定? 因为这才是不还果嘛, 不还果的特征大家觉得就是他获得禅定, 那你又说独爵一定要在御界获得阿罗汉的果位的话呢? 这是不是就香围了? 我再讲一遍, 因为大家有可能, 我们所谓的八项柱, 大家还记得说是什么? 就是从御流果一直到阿罗汉, 阿罗汉像阿罗汉柱, 御流像御流柱等等这样子来讲的话呢? 这是所谓的八项柱, 那我们所谓的八项柱的最主要差别是不是说什么? 假使, 我用初分的一点来说的话, 就是御流果是不是说什么? 它可以把御界的初分的烦恼里面的九品, 从零到五都有可能断除, 可是它不怎么呢? 它一定不会断到六, 对不对? 以一般的啦, 我们说如果是一个次第获得的来讲, 那一来一果是什么呢? 它是什么? 它一定要压制到什么? 御界的第六品的初分烦恼, 一定的, 这是一定的, 第七有可能, 第八也有可能, 但什么? 没有到第九品嘛, 那不还果是什么呢? 这一定是御界的初分的烦恼的第九品, 或者所有的初分的御界的烦恼, 是不是它都一定会压制了? 它一定有一个所谓的禅定了嘛, 而阿罗汉的分类是什么呢? 是它把初分的色界, 以及初分的无色界, 色界跟无色界的三界的烦恼, 都要压制, 这个才是什么呢? 这才叫阿罗汉嘛, 我们做一个初分, 这样子是一个是简单的, 对一个八项柱的这个差别的来讲, 那如果独爵是有这样子的话呢? 那有一个独爵不还的话呢? 那独爵的不还的层次, 什么叫独爵不还果? 我会有这个最大的怀疑, 所以我们在于福生大师的经书里面的话, 我们一般是说什么? 我们说独爵有相跟柱嘛, 所以什么叫做独爵的相跟柱呢? 是还没有获得灭地嘛, 还没有获得灭地, 想要在正在获得, 在道地的这个地方呢, 叫什么? 独爵的相果嘛, 独爵的相果嘛, 那真正的独爵的正果是什么呢? 圣者的果位是什么呢? 就是他何时获得灭地的嘛, 这叫正的来讲的, 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分类, 但是我从未看过在福生大师的经书里面, 这样子清楚地分出一个所谓的叫, 应该所谓的独爵圣上面有所谓的八圣国, 八种的相柱国, 按第二个来讲, 他往往问的问题是说, 为什么独爵的最后一生, 为什么一定要在遇见或者成就? 为什么不会获得色戒或者无色戒乃至的话呢? 这个是有一点有关后面的问题, 可是我想说我们今天就顺便, 因为大家有问到这个问题的话, 我们可以顺便看到, 这个是大家如果有我们这本写明佛母一支灯的话呢, 大家请翻到201页, 第二品的时候再介绍有关独爵的, 大家可以翻到第201页, 看有没有所谓的大家看到的201页的倒数的, 或者所谓的最后这一大段呢? 他说什么, 第三成立, 原觉出者在一生所细时, 离末前发愿, 是所谓的在一生所细时是什么意思? 就是最后一生了啦, 他还没有在获得阿罗汉的果位的前面的那个最后一生呢, 在还没有离末, 还没有往生的时候, 他会发什么愿? 他说他会发三种愿, 独爵的话, 他要发三种的愿望, 什么呢? 他说, 愿生于无佛及生闻的旷野之地, 这是他第一个愿, 所以我们一般讲说独爵的最后一生他发什么愿呢? 他说, 我在下一生我要获得独爵的阿罗汉的时候呢, 我要出生在什么? 我要出生在一个没有佛, 没有生闻的这个地方的, 第二个愿是什么呢? 愿最后生死, 不一他叫自正菩提嘛, 我在最后一生的时候呢, 我不要透由别人的引导, 不要透由我的善知识的教言, 我要自己正德, 第三是什么呢? 愿于所度有情, 以无生生向教士佛法, 做这三愿嘛, 是不是最后一生他说为什么? 他说如果要用嘴巴讲的话呢, 必须要有分别心, 会扰乱禅定, 所以说什么呢? 他说我要用身体上显示法, 身体上显示法, 做这个三愿, 那什么? 主以彼下世最后生时, 以除三周守陀罗种的男女随意之外, 随作取生, 这是什么的话, 他有一点, 我觉得这个他法翻的比较不容易懂, 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? 他最后意思是什么? 他一定生在除了守陀罗, 或者我们说什么, 除了列等种姓, 他是生在什么呢? 他是生在三周的男生或女生的任何一个, 一生啊, 人啊, 因为这个说什么? 以除三周守陀罗种的男女随意, 随意外, 随作取生, 这是我看起来很难懂, 是什么? 就是说以藏文的这个意思是说什么? 就是说, 除了守陀罗种姓以外, 在三周, 什么? 除了北聚如洲, 因为北聚如洲是邪见, 邪见处, 除了这以外呢, 这三周的任何的男生或女生,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边来讲的话, 独觉, 主要为什么独觉是, 一定要生在遇见呢? 因为他发的愿, 他发的愿望是什么呢? 他是要用身体嘛, 身体去显示法, 或者是要去度化众生, 无色界就是不可能的, 而在于色界来讲的话呢, 色界都已经入这种禅定的, 这种的乐处呢, 他没有机会, 或者他没有用这个, 有, 有,